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百四十五集 东夷城控制的疆土 宋国与小梁国的交界处 被海风吹拂着的土地 拥有比上京城和京都更温暖的潮湿天气 山野间的树木依然保留着难得的青涩 谁能知道 越过面前的山梁 行过宋国的土地 穿越那座偏小的周城 便会来到一片肃杀的朔雪之地 那片朔雪之地正是南庆发兵之源 被其溃退之后固守 无数人厮杀殉命之地 孤军叛离南庆朝廷 在人世间沉默了一年有余的庆国大皇子 此时便在温暖如春的山野间 目光直视天穷 想象着那片肃杀的风雪 他的身后是一万余名忠心孝命的部署 在山野上方有一道黑线 那是范贤交给他的四千黑旗 然则 金歌统领着这些黑旗 似乎并不怎么肯听他的话 如果不是王十三郎回到了东夷城 给金歌带去了范贤的亲笔军令 大皇子收回了目光 看了一眼身旁的王十三郎 鹦鹉的面容上没有丝毫情绪的反应 他此时所统领的军队人数虽然不多 然而却是东夷城 以以为平的最强大一支力量 如果加入到此时两国间的战场上 尤其是从上山虎去年便妙手夺得的 宋国周成中杀出去 只怕会带来令天下震惊的战果 然而范贤并没有要求 或者请求他这样做 范贤只是将自己所有的力量 全部交给了自己的大哥 然后通过王十三郎的嘴 将自己对天下局势的判断分析 讲给了他听 然后便再也没有任何话 大皇子倾提马腹 一脸沉默地领着一万余名精锐军士 向着西北方向驶去 树袭之后 山野上方那四千名黑旗 也开始携着永久不变的肃杀 与幽名气息启拔 马上沉默的他 很清楚为什么范贤没有任何具体的话给自己 因为他和范贤一样 他们虽然都有东夷城的血统 但毕竟是庆人 这一万四千名强大的精锐力量 绝大部分也都是庆人 如果南庆正在北伐 难道自己这些庆人 却要背叛朝廷反戈一击吗 只怕谁也做不出这种事情 虽然这些人都是被流放了的人物 对于陛下也谈不上什么忠诚 然而被军与叛国 终究是两种概念 然而东夷城方向 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庆帝一股作气的将北企打散 因为若那样的话 东夷城自然便是强大庆军的第二个目标 如今的东夷城 名义上已经归属大庆 但在范贤和大皇子的强势之下 南庆朝廷根本管不住此处 一旦有机会动兵 真正的征服 想来庆国朝廷 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若到了那个时候 东夷城自然是灭了 大皇子也只有死路一条 从陈平平死后那一刻开始 大皇子便已经做好了这种思想准备 然而如今知晓范贤在京都准备做的那件事情 大皇子的心头依然溢不住的有些黯淡 不论范贤是胜是败 他的心情都会黯淡 因为那个人是他的父亲 他的母亲还在庆国的皇宫里 他的妻妻也还在京都 大皇子缓缓抬起头来 看着京都的方向一时间唏嘘了起来 微微眯眼 长久沉默 一言不发 天下大战已起 修罗场已然铺城 海骨埋于道 血肉渐于野 乌鸦怪名于天际 风雪之中 不禁的肃杀凶险 笼罩了整个天下 就像是挥之不去的阴影 遮盖了所有万千百姓头顶的天空 便在这样紧张到了极点的时局中 有很多人的目光 包括沙场之上那些猛将 至高的皇帝 孤首的逆子 其实都在注视着京都 因为他们知道 真正的胜仗 天下的走势 依然还是在南清 京都之中 在那一对对人对己 都格外残忍无情的父子之间 正如庆国皇帝陛下 曾经对叶丸说过的那样 他与范贤之间的生死存活 才是真正的局点 只是这个局不是人力所能设 而是这数十年间的造化因果 最后凝结而成的局面 在这个凝结的过程之中 皇帝陛下自己 那个死去的女人 秋雨中的陈平平 以至于范贤自己 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至于这个局 到了最后 已然无解 成了死局 只有剑才能展开绳结 只有生死才能解脱 被无数双目光注视的京城内 百姓却感受不到 太多前线血腥的味道 甚至连此时进宫 所发生的惊天大事 也不清楚 他们情绪平稳地 过着一如往常的日子 除了天河道 岔道口的那些百姓 正在不停地哭泣 学士府中的胡大学士 听到这些哭泣的声音 但他在第一时间内 知道了皇宫里 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是大朝会的日子 他依然拥有足够的眼线和层级 所以他顿时呆了 一年前 贺派的官员全数被范贤和监察院杀了 这一年里 胡大学士统领着门下中书 以及三四三院六部 将庆国朝廷打理得井井有条 便是陛下重伤不能逝世的时候 这位大学士依然平静甜淡 东山岛屿前而面不改色 十分有效地维持着庆国的平安 然而今天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胡大学士所有的镇定平静 顿时瓦解 他今天没有擦护脸霜 所以脸上的皱纹显得格外的深 正正地站在学士府的园子里 显得格外苍老 祈求着上仓不要给大庆带来任何的不幸 京都另一处贫寒坊内 某简陋的民宅之中 已经出狱很久的前任京都府尹孙静修 正在他的女儿孙家小姐的搀扶下 一面咳嗽着一面喝着药 在狱中被折腾得险些身死 若不是范府里的几位夫人暗中打理 只怕这位性情严正的京都府尹 早已经死了 然而如今的孙家早已败落 除了一家三代之外 仆役进去 姨太太也逃走 过得日子着实有些不堪 孙贫儿温声宽慰着父亲 心里却想着 改日只怕要去饭府里谢谢郡主娘娘赐的药 只是却没有什么衣裳可穿了 又想到小范大人现在究竟是死是活呀 一时间不由有些吃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庆云年》 此时的饭府中 林婉儿却是表情凝重地坐在花厅之中 丝丝坐在她的身后 一人分别抱着一个孩子 她对面前的腾大家媳妇说道 桃是没必要的 只是府里的下人 能散就赶紧散了吧 腾大家媳妇隐约猜到了些什么 哪里肯走啊 林婉儿也不会勉强 因为饭族里的这些族人家人 便是想走只怕也无法走干净 她只是正正地看着怀里的饭粮 昨夜范若若被急招入宫 最近又没有陛下身体不适的消息 林婉儿便马上猜到了一些什么 尤其是从昨天夜里 便开始弥漫在京都里的诡异气氛 更是让她坚定了自己的信心 你还活着 为什么不先回家看看呢 就算舅舅要杀你 你要杀舅舅 可是 可是难道之前 你就不肯让我看你最后一面吗 一念即此 悲从中来 几滴眼泪从她的眼眶里垂下 滴在了范粮满是不解的稚嫩脸蛋上 在林婉儿无助又悲伤地担心着范贤的生死时 昨夜被召入宫中的范若若 却已经成功地逃脱了内庭高手的看管 消失在了重重的深宫之中 如今的皇宫已然乱成一团 一时间竟无法找到她的下落 看来这位姑娘家不止青山学艺有成 当年武竹在苍山雪叶里对她的训练 远比当初对范贤的教导要成功许多 此时的她穿着一件宫女的衣衫 却偏生穿出了极动人的感觉 衣衫在微雨中缓缓漂浮 顺着宫墙的家壁 缓缓地向着太极殿的方向行去 一路上只见被厮杀生惊得面色惨白的太监宫女 偷偷摸摸地向着后宫方向奔去 谁还会来管她是谁呀 她来做什么呀 然而在将要转到太极殿的一道偏殿的宫门处 她看见了太监红竹 似乎红竹在这里已经等了她很久 两个人平静地互视一眼 范若若平静地看着红竹 其实心里却是转过了无数的念头 因为她根本不清楚 为什么几个月之前 这位正当红的太监总管会忽然与自己暗中联系 红竹勾着身子离开了这道宫门 她没有解释什么 因为她本来以为小范大人已经死了 思前享后了很久 她骨子里所蕴藏着的那点东西 终究让她找到了范家小姐 讲述了自己与范贤监的关系 或许 只是这名太监 不愿意让自己守着自己与范贤监的秘密 而孤独地守候在深宫之中 范若若知道哥哥还活着 并且在这位太监的帮助下 潜入了皇宫 这个事实令她很喜悦 然而紧接着 喜悦就变成了深深的担忧 因为她知道哥哥进宫是为了做什么 她走到了宫门旁 走到了一个盛水的大铜缸旁 隔着宫门 听着不远处皇城上令人心悸的声音 那些铁签刺穿盔甲 刺穿骨骼的声音 她的眉宇间担忧之色更重 直到今天连师父也来了 然后她隔着宫门的缝隙 看着远处太极殿正殿门前的那方明黄身影 微微敏唇 不知道沉默了多久 终于下定了决心 皇帝陛下复首于后 双手在袖中微微用力地握着那一方白卷 只要她知道白卷上是若点点桃花一般的血字 刻出血来了 难道朕真的不行了吗 姚太监已经被她赶走 此时她身周没有一名侍卫 站在雨帘之前显得是那样的孤单 而在她面前的小雨之中 一个更孤单的身影慢慢地走了过来 五竹终于来了 小雨依然在不停地低打着她脸上的那方黑布 她手中紧紧握着的铁签依然在不停地滴着血 一股冲溢着血腥味道的气息 从她那身湿透了的布衣上透了出来 不知道杀死了多少禁军 五竹才终于从皇城的方位 一步一步地走到了这里 她手中那往常似乎坚不可摧的铁签 在刺穿了无数坚硬的盔甲之后 刺穿无数咽喉之后 此时锋利的铁签 竟已经被磨成了平端 铁身弯曲了起来 五竹不是人 但她也不是神 在面对着人间精锐战力前迫后继 无所不用其极的攻击之下 她依然受了伤 尤其是从皇城杀下来的那一条道路上 穿着厚重盔甲的禁军官兵 用自己的身躯当作了制敌的巨石 堵在了她的前方 成功地拖延了她的脚步 伤害到了她的身体 禁军的拦截不可畏不壮烈 可五竹依然是杀了出来 只是她手中的铁签已经废了 她紧紧竖着的黑发早已散乱 身上的布衫更是多了无数的破洞 腰下的一方衣媚更是不知为何被烧成了一块残片 最为令人心悸的是 在战乱之中 瞎子少年的腿似乎被某重型的兵器砸断 以一种完全不符合常理的角度向着侧后方扭曲 看上去骨头已经被扭碎成了异状 根本无法行走 可五竹依然在走 她隔着那层快要脱落的黑布 盯着殿下的庆地 用手中变形了的铁签作为拐杖 拖着那条已经废了的左腿 在雨中艰难而绝狠地行走 一直要走到庆地的面前 雨势早已变小 嬉戏哩哩地下着 太极殿前的青石板上却依然积着水 五竹扭曲的左腿就在雨水中拖动 摩擦出极为可怕的声音 每一次摩擦 五竹薄薄的唇角便会抽出一丝 想必她也会感到疼痛 但是她已经忘记了疼痛 她只是向着店前的庆地 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 庆地静静地看着越来越近的五竹 忽然开口说道 我终于确认你不是个死物 但凡死物 何来你这等强烈的爱憎啊 便在此时 一直紧闭的宫门忽然大开 一身污水的夜虫 其余马上率领着残余的进军士兵 以及自己亲属的骑兵 向着太极殿的方向赶了过来 提升如雷震得地面的雨水 丝丝颤动 不过瞬息 数百名庆国精锐兵士 便再次将五竹围了起来 只是他们看着被自己包围着的五竹 看着那条已经扭曲 却依然绝狠站着的人 却没有丝毫的喜悦的情绪 尤其是 此时忽然出现在陛下身旁的 十余名清妙苦修士 那些戴着立帽 拥有强大实力的苦修士 当他们看见五竹之后 尤其是 看到五竹身上伤口流出的液体颜色之后 更是面色惨白 浑身颤抖 五竹身上流出的血 也是热的 也是红的 然而 却是金红的 在小雨中渐渐淡去 没有太多人能够注意到 但这些戴着立帽的苦修士 却注意到了 所有的苦修士 在这一刻如遭雷击 跪倒在雨水之中 跪倒在了五竹的面前 他们本来是庆帝最强大的 贴身防卫力量 然而在这一刻 却不得不臣服于 在这个 勃勒的瞎子身前 使者亲临人间 咱人焉感不尽啊 这是上天 对大庆的神伐吗 感谢您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小说 《庆余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岁金